在流感高峰期的时候 我介绍过小梭打粉可以防流感的 因为是1918年世界大爆发的高峰的流感期 它救了很多人 所以有位医生提议可以用这个方法 其实除了抗流感 还有很多很多用途 现在跟大家一再介绍其他的效果 第一,它当然是抗流感 第二,它可以中和胃酸的 因为它是简性 胃酸的时候就酸性多了 所以喝这个小梭打粉水 就可以有这个改善胃液倒流的症状 那个剂量就是一杯水 你用大约1-2茶匙小梭打粉 那么溶了喝了就有效 不过如果你怕它的份量太多 你可以开始的时候 用两杯水半茶匙 你开了来慢慢饮用 这个可以舒缓你的胃液 和刺烈的感觉 英文我们叫做Heartburn 这个是很有效的 那么第三个用途 我已经曾经在 关于 去除这个辐射性那里 是讲过的了 现在再略略一题 就是可以排毒和去辐射的 我们将一磅的小梭打粉 加一杯苹果醋 倒入一个浴缸里面 去到大半缸水 是暖水 那你就淋浴 由头淋浴到它的身那里 可以舒缓你的动痛 和排去你的辐射性的 有很好的功效 那么这个是最适宜的 比如说你朋友是要做 检查 你要去照X光 照一些CT 或者角色各样 或者是做化疗 那些朋友更加需要 是由头淋到下去的身上的 一个礼拜用一次 完了化疗之后 继续使用三几个月 那是确保你身上 所有的这些这样的毒素 和辐射性排走 而且是坐完飞机去长途旅行 你十几十个钟 放在空间里面 那么多个辐射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去排毒 去辐射的方法来的 那还有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当你用完洗浴缸之后 它也不用洗浴缸 因为它那个清洁的作用 已经将浴缸边的 那些污脏东西一起冲走的 第四样 就是尿度发炎也有帮助的 你将半汤匙的小梳打粉 加一杯的水 这个一日喝两次 你就可以治疗 尿度的感染的了 第五样就是防止血栓 将小梳打粉 融在那个柠檬汁 或者苹果醋里面 就可以的了 那第六呢 就是你过量的曬 令到你的身体是伤了的时候 你可以 用一缸水 放一半杯的小梳打 溶了之后 你在那里浸 或者你是将那些小梳打 加水溶了之后呢 用一块布 濕了它 是凉凉的 不要水热的 然后搭在你受伤的部分那里 那你就会快点 好翻的了 第七 就是你的口腔溃扬 用水加小梳打粉 溶一点 就将它 塗在你的溃扬的地方 或者你要抛肤的 都能够快碎好的 另外呢 就是牙齿方面 有几方面的帮助的 首先你当牙膏那样 用牙刷濕了水 压一点来刷牙 就像牙膏一样的 而且如果你将它溶了水来浪口 令到你的口气清新 还可以消除鵝口疮 所以刷牙浪口也很适用的 而且还可以美白你的牙齿 你不用窗外去美白 你在家里也可以做到 你将一个 很熟的 士多啤梨 你按扁它 按碎它 然后加半茶匙的小梳打粉 拌均匀 你将这些东西 塗在你的牙上 等它5分钟 然后你刷牙浪口 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 这个方法 不可以多用 最多一个星期用一次好了 因为你用得多 会损害你的发狼质 而且可以美容 你如果将小梳打粉 是用少少少水 这样 放入粉刺 面部多余的油脂 和死皮 那里 就可以 去除了 1汤匙 梳打粉 加1茶匙清水 搓一下 就可以了 我们很多时候 提供朋友 哎呀 你浸一下脚 好好的 这样 这个小梳打粉 又用得着 你如果是将3茶匙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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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钟至半个小时 那你就会很舒服 而且那些異味都没有了 如果你出外旅行 或者 去后院 被那些 蚊子 刮了你 哎呀好痛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又痕又痛 你将它开 水 成了一个壶壮 将它打到那些地方 那你就可以有效地 或者你不 开水 就这样把干的梳打粉撒进去 也有效的 如果有些朋友 有些时候都不做运动 忽然间做 或者它长期做 但是那次是很劇烈地做 做完之后你觉得肌肉 哎呀好酸痛啊 那怎样呢 又可以喝小梳打粉 这个开了水之后 哎呀帮助你的肌肉舒缓 这个冻痛的 那还可以去除你的 手指甲的那些 骚髒 或者是那些 里面黏到的真菌 那怎样呢 就将一个刷 撒一点梳打粉 这样搓上面 捕捕捕捉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角质 又可以的 比例就是 3份梳打 1份水 搂坚弄然后 成为胡壮 你就在你的面上 身体有角质的地方 还要捕一下 因为这个成分是天然的 很温和 而且不刺激 而且这么便宜 一盒梳打粉 只是1元左右 帮我们加币 那你可以每天都用来 捕一下皮肤 都可以除掉脚質 不過用小梳打也要注意幾樣東西 不是說它這麼好用我們就可以天天這樣用 我們要注意什麼呢?有五點大家要小心 第一小梳打是可能會消耗你身體裏面必須的礦物質 和維生素的 所以除非在醫生的提議之下 和是跟進之下 是不適宜同時採用這個低纜的飲食 否則你就會過低了 第二小梳打粉可能跟某些藥物有反應 所以一定要跟藥制師問問 我正在吃這些藥有沒有抵觸呢? 第三小梳打粉 一定要稀釋了之後用的 不能直接食用那個粉狀 第四 如果你沒有醫生跟進或者醫生的批准 不要長期使用小梳打粉做治療 不可以多過兩個星期 第五 如果你有懷孕 或者是你餵5歲以下的幼童 的女性朋友 應該避免使用了 那你遵守了以上的各種 注意的事項 小梳打粉不失是一個 家庭的好幫手 請小梳打粉 我可以説一下 你們就差點拿粉 我們要打開 因此 我